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根據新華社的報導 13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0次會議 將於今個月底6月28日至30日在北京舉行 今次的會議相隔起上次只不過只有8天 當然是非比尋常 亦打破了一般會期的安排常規 就是逢雙數月在月底舉行 現在只是相距這麼短的時間 又再召開一次會議 當然有些非常重要的議案要討論 雖然港版國安法並未納入今次會議的議程當中 只不過並不代表不能夠在會議上審議 正如如上一次的會議 一早的會議議程也沒有說明有港版國安法 但後來也一樣進行了初審 只要人大委員長在會議當中提出就可以去做 而且根據大陸的立法程序規定 雖然一般法案需要通過三次人大常委會的會議 審議之後再付諸表決 但亦同時規定了 若各方面的意見比較一致 只需要通過兩次的審議 就可以付諸表決 故此在程序上 在今次的人大常委會當中 絕對可以通過港版國安法 如果今次在6月30日前表決通過 很明顯是要趕及在7月1日主權移交24周年日 送一份大禮給香港人 在過去二十多年 大陸的幹部經常批評香港人 說香港人人心未回歸 現在這個港版國安法 無非是預意二次回歸 在九七打後的十年 大陸政府基本上從來沒有提及過 什麼叫全面管治權和監督權 後來通過一國兩制白皮書 將這兩項權力潛建上去 然後就說中央政府擁有這兩項權力 故此現在這個港版國安法 無非是將這兩項潛建出來的權力 在香港實踐 搞過所謂的駐港國家安全公署 又搞過所謂的國家安全委員會 但又會委派一些中央指定的國家安全顧問 在此指手畫腳 實際上就是將大陸那套黨委和行政部門分家的辦法 搬來香港用 這個駐港國家安全公署就是黨委 由行政長官擔任主席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就是行政部門 不過香港的特首根本就是傀儡 比外申國羅普爾還差 為何大陸政府有一個非常強烈的意願 要在7月1日之前通過港版國安法 當然是為了樹立威望 尤其是習近平的個人威望 大家可以看到 中共現在的狀態基本上是處於四面楚歌 面對著整個西方文明世界的聯手一致的譴責和反對之下 大陸仍然奮不顧身 要將港版國安法納入議程當中 好了 大陸又沒有辦法在鄰近的地區找到一個缺口 去樹立威望 最後被迫要以關門打仔的形式 即是通過立港版國安法來嘗試實踐這個願望 大家可以看看在大陸的東線 即是朝鮮半島問題上 本來想通過朝鮮來牽制美國的部署 但那張底牌已經露出來了 所以美國根本上不需要射朝鮮和大陸 在前排金與正下令要炸毀位於開城的兩韓聯絡辦公室 實情的動機是非常奇怪的 如果說要確立金與正在朝鮮的地位 基本上就不需要走到這一步 你作為一個這麼貧窮的國家 就算不顧念和韓國的情依也好 你也顧念他在當地投資了一千五百萬美元 即是差不多一億港元去建這座大樓 如果要和韓國反面的時候 最好的辦法當然就是將座野佔領他 然後驅逐所有韓國人走 這樣就已經夠樹立威望了 不需要炸毀了他這麼嚴重 然後還去預告 說不僅要炸毀兩韓聯絡辦公室 而且韓國在開城工業區投資的廠房 都說要炸毀他 這是下一步的做法 暫時還未做的 如果說趕走所有的韓國管理人員 從朝鮮的人員進駐韓國的廠房 走去進行投產的話 豈不是一石而鳥 既可以提升到金與正的個人威望 亦可以對於朝鮮的經濟有益 為什麼經常都說要炸毀了他呢? 無非就是有樹立威望以外的一些目的 目的無非就是要為了牽制美國 就是以這個形式來恐嚇韓國和美國 但是人家已經看穿了你底牌 炸來炸去都是炸開城的 這不是炸漢城的 炸回自己的地方 就沒什麼那麼厲害的 現在玩一下玩一下 又說要在朝韓的邊境 向韓國方面的士兵派發傳單 即是說搞來搞去都搞不出什麼花樣 都是搞小學家的伎倆 而且美國方面一早就在韓國有很龐大的駐軍 可以搞什麼花樣出來 到最後其實都是粗水而已 所以在東線那裡要搞花樣又失敗了 在西線即是中印邊境衝突 大陸方面玩完狼牙棒以後 馬上要找投行走去借了7.5億美元給印度 而印度方面收到錢以後 印度總理莫迪馬上就要放軟手腳了 就是要為這件事降溫 還說明老解是沒有入侵到印度的領土 無非就是要為印度的民族主義來潑冷水 讓他不要燒得這麼猛 其實印度方面也是很想將民族主義的情緒 維持在可防可控的狀態 和大陸都是不相伯仲 只不過怎樣也好 印度人仍然擁有言論自由 就可以在Twitter上暢所欲言 無論如何都可以 而且不會遭到立即刪除 更不會遭到秋後算帳 不會事後說你說什麼是沉印之士 或者顛覆國家 大陸在中印邊境衝突當中 就算玩到狼牙棒也好 仍然無法取得突破 就算你搞突襲也好 印度人本身是非常強悍的 當你出動狼牙棒這麼厲害的用具 在半夜三更摸黑來搞突襲的時候 人家防備你那一刻也是赤手空拳 最多加上木棒石頭 仍然可以做死你這麼多人 故此大陸到現在都不肯公佈傷亡的數字 因為你腦解本身也是有損失的 不只是印度軍人 所以這個行動其實就是失敗了 所以在西線沒有辦法取得突破 就樹立不了威望 總之就是要選擇在香港下手 當然大陸選擇在香港下手的話 其實都面對著一個非常強大的國際壓力 整個西方社會就站在中國的對立面 除了塞爾維亞沒有表態之外 但其實他也沒有表態說支持這個港版國安法 這樣才糟糕 現在有哪些國家站在中國那邊呢 又是那些被美國制裁的國家 例如是朝鮮、伊朗 或者是那些用錢買回來的朋友 例如是非洲 實情中國和這些國家之間 在價值觀上有沒有分享著共同的理念呢 實在是沒有的 唯一共同的溝通媒介就是金錢 而這些國家之間的共通點就是獨裁的 如果真的在7月1日之前通過港版國安法的話 肯定就是會被大陸的文宣機器 塑造成一次非常重大的勝利 從而去提升中共和習近平的威望 因為今年經過了沒有疫情之後 中國的經濟就出現了近年第一次的衰退 當然會影響到政權的穩定性 因為中共已經放棄了以往那套意識形態 非常長的時間 它唯一能夠鞏固得到政權的合法性 無非就是要通過經濟的發展 通過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 但是現在這個水平反之倒退 也沒有辦法達到所謂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當然要找一些所謂的重大勝利出來 轉移一下國內的視線 提振一下國內的民族主義的情緒 以及要嘗試通過一個所謂的外部勝利 即是立港版國安法 來麻痺人民因為經濟原因而產生的不滿情緒 也是要做這些事情 同時習近平也可以在北戴河會議當中 對黨內有一個交代 至少在今年雖然經歷了疫情 經歷了經濟衰退 但是對於所謂的國家安全的問題 就有一個成績出來了 因為大陸看國家安全和香港不同 大陸社科院一個知名的國際關係學者 叫做黃逸周 就解釋了什麼叫做國家安全 他說對於中國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 不是任何外地的入侵或者其他戰爭 而是中國自身能否保持穩定 有序和健康的發展 現在立了這個港版國安法以後 在大陸政府的眼中 就是做到這個所謂維穩的方向 所以他的國家安全是和世界上其他國家 眼中的國家安全是有多少區別的 當然樹立威望就是大陸政府其中一個目標 以及他的如意宣盤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會否招致到外國的反彈 從而抵消這個效應 甚至乎得不償失呢? 當然就是要取決於 究竟外國政府會聯手做一些什麼的措施去反制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拜拜!